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就可以放假 太好了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很久沒試過這樣 一至五都回到九點 大家知道莎姐都比較神經質 我自己是很準時 但因為知道要回到九點 要準時 壓力就會大 例如我旅行社那邊 回到二、四 幾點回去也沒什麼所謂 總之可能三點前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舒服 還可以請假 壓力小很多 旺角那邊也是 雖然說我回到九點半 但現在基本上都不理你了 你自己彈性 總之你回到七個小時也好 總之你回到八個小時就好 總之你回到九點半 如果我八點多回去 那我就四點多走 有彈性 又會鬆一點 不要緊張 但現在這裏就是規定的 有些少許壓力 好久沒試過 當然 穿衣服方面也是有少許壓力 大家知道我已經沒有衣服穿了 沒有衣服穿到 昨天是趕著 連續兩天都是 趕著去買衣服 但我也看到一些很有趣的 就是發覺 香港很多50元店的衣服 每個都差不多了 但我看到有些貴一點 其實跟淘寶款是一模一樣的 但淘寶好像在賣六七十元 或者七八十元 六七十元七十八十元 他就是在做一九九 特價了是一九九 特價了是一九九 或者是二百多元 很多人都會說 我也知道 香港有普遭貴人工貴 但現在就不可以說這件事了 因為現在內地的人工 已經跟香港的人工差不多了 如果你是一些大型的企業 內地的人工還跑的人是香港 所以人工貴就已經不再是一個重點了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 舖租貴 所以就要加到這樣 但也都這樣說 也都因為現在的人開不到工 所以你會發覺 現在的銷售也好 現在的銷售也好 也好 在快餐店的姐姐也好 也好 很禮貌了很多 以前可能一個午餐 他們很忙 有時候不是想說得理 是他們真的太忙 是沒有時間跟你笑的樣子 但現在服務很好 可以跟你說笑 但是 他的荷包 就慘了 其實希望快點 疫情過 其實疫情就不會過 我期望可以快點有特效藥 真的搞得好 有什麼事去拍兩針就沒事了 那就不用煩 就算我們躺平也不用煩 但現在還未可以 還未有特效藥 還未普及 現在有特效藥 但還未普及 還未量產 而病毒還未變完 所以大家這段時間都要小心 我們這個村 莎姐就甚至幸運 我們這條村 其實我們這條村六等 即六等樓 有四等 污水 對不起 說清楚 污水的樣本 都呈現陽性 那四等 政府就會派發快測劑給他 我們這等 平安無事 主要那幾等 都是在下面的 即下面那兩層 六分之四 你想想 我們這等就沒事的 都慎慶幸 大家你想想 我們荒山野嶺 基本上 荒山野嶺 都沒有什麼外人 都這樣 所以大家都小心一點 上班的 現在就 累了 那種累 又不是回很多個小時 雖然我睡得不好 真的上班 睡得不好 因為生活改變了 除了要回9點 的生活改變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以前 自己做的 多難也好 客戴過來 自己一手一腳 就這樣 現在 就是 看 那些 輸入的 就算 為 조 那些 很不幸 都很 所以 看到眼睇睇 所以生活改變了 要教人 大家知道莎姐是喜歡對數字的 對人就沒那麼厲害 相對地會有壓力 希望過多一段時間 適應了就好些 我相信我都會捱到一段時間 一年半載一定會捱到 三五七年就不敢說 因為我知道莎姐是貪新鮮的人 三五七年就未必敢說 但如果能夠捱到一年半載 我也有夠錢 所以我正在努力挑戰自己的忍耐 再說一點 我們不要再說疫情了 真的很悶 都發生了不少事 大家就聚焦谷外寧 其實還有一個叫 應該叫朱翼 沒有記錯 他又是回歸我們國家 又是放棄了外國籍 回歸我們國家 出戰就跌倒 完全沒有完 和獎牌完全沒有完 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就說 當然了 外國人也覺得是活該 也有些國家的同胞 又或者有些1450 就是台灣那些1450 就在扮我們國家同胞 就唱他 就說這麼沒有本事 就不要代表了 所以這樣 我自己覺得 機會永遠都是得次的 尤其是東澳這些 只要有一些人 你們你們 他們都這樣損走 大家應該請你們 還是三年貫 但他這次都失手 怪得是誰呢 是否最巔峰的就不會失手呢 是不可能的 另一樣我覺得比較吊詭的是 韓國運動員經常說場地不平所以失手 然後又說中國是特意的 其實呢 他就有好處的 有地理的 因為大家都有COVID-19 就沒得出去玩 我們國家疫情管控到 所以他們就可以趁早練習 有多點時間練習 我自己覺得 你國家做不好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國家做得好又不給 還有如果你說我們有地理的 可以早點練習的 我自己覺得 本身所有運動會都是這樣的 今次在我們國家搞 我們國家當然可以有地理 可以早點練習 早點適應 但是下次在別人國家搞的時候 我們國家隊 都是差不多時候才去練習的 奧運也是這樣的 那你們不吵? 本身你在那個地方搞 你就本身有主場之利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你們要找人 找地方搞的嘛 正如世界盃 每次的地方都不同 那些主場都是有主場之利的 這些根本就是 這麼多年來的歷史 這麼多年來的東西 你那時候不說有問題 你現在才覺醒? 你的腦有病嗎? 你的腦生了蟲 現在的蟲咬到神經了 就突然神經清醒了 我覺得這些是很白癡的事情 那你怎樣呢? 好啊 我把東奧搞在美國也可以 你美國有錢嗎? 你美國有錢在基建嗎? 你美國有場地嗎? 你美國有交通嗎? 我給你也沒用 搞不定 那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說 他們可以早點練習 喂 我們才是吃虧的那個 你要搞清楚 我們中國這麼地方大 有哪些地方是長年下雪呢? 你問一下 除了哈爾濱那些 下雪會比較厲害之外 我們中國這麼大領土 有哪個地方是長期下雪 廣東沿岸一帶都沒有雪過 我告訴你 你就算是廣西 或者是湖南湖北都會有落雪 但落得幾天呢? 你真的要去到哈爾濱那邊 才會有機會多些雪 還有落多長一點 但是會不會多得過你北海道呢? 會不會多得過你加拿大呢? 你芬蘭那些呢? 瑞士那些呢? 你也不要說芬蘭瑞士那些 可能已經不知道一年 那些就不是說 你一年落幾日雪 落幾個月雪 它已經是反過來 你一年有幾多日沒有落雪 或者有幾多日是見到草地的 你加拿大人 你加拿大人 不得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 那段時間是沒有雪的 只差多還是少 你基本上不用去特意興建滑雪場 你一出門口就可以玩雪了 你想省點不去滑雪場 可以的 只要不剷雪的話 那些雪塌高 然後你爬上屋頂就可以滑雪了 你是不是早上練習過我們很多? 你的小朋友一出生 沒多久就可以練習雪了 玩雪、滑雪、坐雪兜 那你們不出聲? 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幾天是可以不見雪 我不知道芬蘭那些 芬蘭不是近北極的嗎? 不知道芬蘭那些 北極的南極是在芬蘭 不要緊 都是近極的 那些什麼時候可以見到草地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指數 如果你去北海道的話 一年大概有半年時間都下雪 應該正確來說是六個月都下雪 一年有半年時間是下雪 北海道而已 你隔離日本而已 都已經是這樣的狀況 那不好放加拿大那麼遠 瑞士、挪威、芬蘭那些? 俄羅斯?當然是 你想想你俄羅斯 他們已經有地理了 你又不出聲? 你不要跟我 你夠不夠膽對著普京說 你們一早就提早練習 你夠不夠跟普京說? 我相信他們是不夠膽的 所以這些人 沒有東西賴地眼 又說 東西不好吃 韓國人說我們的東西不好吃 我已經覺得 你韓國的東西又多好吃 其實韓國的東西不難吃 我覺得可以 其實薩姐是比較雜的 吃得 基本上 東南亞的食物 我也是頂得住的 比較頂不住是日本的 可能是印尼、印度 印度都應該吃得到 印尼的香料重 大家知道 我爸爸是印尼華僑 所以我媽媽 經常來香港探望我們 都會帶很多手信 我是習慣的 帶一些臭豆 煮的 我是習慣的 所以基本上東南亞的食物 我都覺得OK 不要理會日本 韓國 基本上韓國是 只有一系列的味道 不會有第三種系列的 泡菜味 甜甜酸酸 所有的都是甜甜酸酸醬 那些 那些 韓牛 烤的 醬 都是那兩種味 但我們中國是有很多種味 甜酸苦辣 是有了 麻的 也有 清的也有 你怎樣說 怎樣比 還有我會覺得 你運動員 你運動員 說不好吃 你去到哪裡 你這裏吃的 你去到美國 你敢不敢說難吃 但美國的食物是難吃的 大家知道 美國是 沒有新鮮的 你不要想著有新鮮菜 新鮮豬肉 全部沒有 全部都是雪的 你覺得有多好吃 你打算有嫩滑雞 省一點 那些火雞鞋 媽媽都不認得 還有所有雞都是雪的 沒有所謂我們高級的冰鮮雞 更加不要說新鮮雞 更加沒有 你又不會出聲 我怕 對嗎 更何況 有些歐洲 或者其他 難吃的 你更加沒有資格 你的食物更難吃 葉製的 黑水腩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如果你是一片的 披薩上面有一片 都還可以 我那次試過吃一粒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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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 在我姐姐的朋友 做的那間酒店 就吃蒲菲 我看到一粒 好像挺有趣 白色的 好像別人的珍珠 或者爆爆豬 那些 他的樣子好像別人的爆爆豬 大粒少少 他覺得以為是爆爆豬那一類 太有趣 吃了之後 我整個人 很難吃 然後 由於好奇心的關係 莎姐都頂不住 要問 等到廚師來的時候 就問一下 這塊是什麼 然後 他想了一粒 噗 葉洋蔥 歐洲式的葉洋蔥 就是 那粒不知道是洋蔥心還是什麼 總之是爆爆豬大一點 我只是笑 因為他的樣子太可愛 看不到 你知道洋蔥一層層 但是只有指甲這麼大粒的爆爆豬 我看不到他一層層 以為是一些很有趣的事 結果 結果就糟糕了 大家就不要笑 薩姐總有糟糕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美食來說 誰夠膽 說 我們中國的東西不好吃 我想他 只有一種狀況 其實他可能覺得 嗯嗯 是很好吃的 或者他是覺得 嗯 那些是很好吃的 有些人是 特別癖好的 我們不歧視特別癖好的人 大家明白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你沒有什麼找東西來講 而請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你到處去比賽 你一向就會練到一個降位 或者是一個叫做什麼 沒有美國的美國 要不然你怎樣生存 你怎樣去世界各地去比賽 因為你不會 去世界各地比賽的時候 你不會自己 或是帶個廚師去 你有本事帶個廚師去 但是別人都沒有廚房 就管了 你是真是整隊國家 即是國家隊 或者是多過幾多個人 那個國家才說 考慮 送廚師過去 煮東西給你吃 但是如果你一般的 根本是不會 你自己一個人去比賽 或者是一條隊去比賽 只有幾個人 你覺得國家會不會 給廚師你 不是我們國家 是別人的國家 會不會讓廚師你帶去 你有沒有這麼嬌生慣養 運動魚 即是如果你去沙漠那些 沙漠地區那些 或者是那些 沒有這麼風和日禮的地方 比較多沙層的地方 你一擦大口就吃沙 你那些沙 散到你的皮膚滑一滑 那你不出聲 我覺得這些就是 想顯示什麼 自己高級 其實 我覺得是顯示不到自己高級 只是顯示到你 究竟你是運動員 還是 港女 或者巨嬰 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是運動員 你基本上 就應該已經吃慣沙塵 又會擔心這些菜式 而且我們經常都會說 你代表你國家 這個是很現實 你代表你國家 你一說出來 別人就會把你的行為 影射到你國家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原來韓國人是巨嬰來的 原來韓國人是那麼野蠻 因為韓國人的一些文化都沒有 那是不是所有韓國人都是這樣 一定不是 但是你代表國家 你都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會覺得 可能韓國人 不需要代表國家的韓國市民 可能會更甚更離譜 那是令到國家沒有面子 我記得 我記得 之前看過其他友台那些 他說 其實我們國家 去每一個地方 比賽 都會帶自己的食物 當然 不是帶很高貴的 可能是杯麵 有些是最便宜的杯麵 他說那次好像去西方那邊比賽 他們是帶杯麵 而且是便宜的 但是 大家知道 你能帶多少去 所以 通常那些杯麵都是讓給女隊員 女隊員去吃 那些男隊員 就好像重軍那樣 把一些難吃的東西都噎了 總之吃飽肚就算了 我覺得我們國家都可以做成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行呢 這些就是教養的問題 我們國家都沒有投訴的 因為這些是你們的文化 我們中國人就會這樣 這些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是吃這些 我們來到你的地方 要麼就適應 要麼不適應 而且我們中國人有一句 好的一餐 不好的又是一餐 而且時間那麼短 將就一下 都是可能一頭半個月 比賽通常都是一兩個星期的事 連同前前後後都是一頭半個月 將就一下 你想想韓國 因為疫情關係 他又不會特別太早來 整個冬季奧運 每家殘奧都是兩個week左右 兩個week至一個月左右 為什麼不可以將就 即是體現到他們國家的人品 真的 就算是 是難吃 我又會覺得 你是不是可以不出聲呢 最搞的就是 當每個人都賺好吃的時候 你賺難吃 是你有問題 永遠不會出聲 然後人們就會覺得 是你的味道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回到韓國 是不是要請一個六星級大儲主 給他 所以 算了 別人沒有文化 我們不理他 我們有文化就可以了 別人國家沒有好好教育他的國民 他們國家沒有文化 我們就原諒他 我們有文化的人 我們原諒他 OK 不要生氣 這次講到這裡 拜拜